常在臥床的老人 行動部後面會比較沒辦法禁食 用鼻液管禁食的患者 通常口腔用三刷 第一個就是牙刷 第二個就是海綿刷 第三個就是蛇刷 那牙刷就是我們刷我們的 既有的牙齒 牙齒刷乾淨 用臂式刷牙 把牙齒刷乾淨 那海綿刷是刷我們的卵子汁 口腔黏膜 包括臉頰 臉頰的位置 口腔黏膜 用海綿刷把它清乾淨 那蛇刷的話就是把蛇胎 就是把牙齒上面 附著在牙齒上面 咬進半個蛇胎 把它清乾淨 所以用這個三種刷 可以把口腔裡面 徹底清乾淨 就三刷 蛇刷比較沒有看 沒有聽過 這邊有蛇刷嗎 等一下我找個想 因為這邊沒有蛇刷 沒有蛇刷 下次下一隻我帶過來 好 教你怎麼刷 我又送你一隻 我再帶一隻蛇刷 帶過來教你怎麼刷 我們平常是用牙刷來刷 有什麼不同嗎 蛇刷是 蛇刷就是它 它是比較長方形 比較長方形的 那個牙刷是比較直型的 那蛇刷大概是這個 比較長方形的 那下面這個有刷毛 一整塊的刷毛 那這個刷毛 可以順著這個 順著這個地安 順著這個牙齒 整個從牙齒的刷毛 順著把它刷下來 它的刷毛是 是長方形的 不是牙刷是直的 那刷毛是長方形的 因為牙那個色頭比較寬廣 所以用那個比較長方形的刷 所以效率比較快 對 那我們平常就是用牙刷 橫著刷 也可以用牙刷 也可以用牙刷 如果這樣 沒辦法拿到那個蛇刷 可以用一般的牙刷 那牙刷不能太硬 這樣是中度軟毛就可以 不能太軟 太軟就刷不乾淨 太硬會刺傷 所以用中度軟毛的牙刷 刷舌頭會比較好一點 OK 可不可以講一下 媽媽這次你看的情形怎麼樣 媽媽這次的樣子 看起來是還不錯 你剛剛講 它後面牙刷沒有刷的 其實我剛剛檢查後面牙刷 是有比全部的牙刷來比較 它是比較有一點點 但是它沒有想像是那麼嚴重 是很極輕微的牙筋斑卡在上面 沒有幾乎看不到牙筋斑那麼厚厚一層 是很薄一層的話 那每個人都會有 像我們刷完牙刷 都會有牙筋斑展示 但是正常現象 所以不用緊張 這種表示你平常都照顧得很好 所以他本身 平常我幫他做洗牙的動作 從頭到尾沒有流血 今天沒有流血 今天完全沒有 今天完全沒有流血 所以每個牙刷狀狀 沒有急性發炎的 只是慢性 一定有慢性外 他已經不處於急性發炎時期 那他口腔輕的就會比較好一點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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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